在路飞之前是罗杰的时代,而在罗杰的上个时代,则是属于洛克斯海贼团的。 在前几画的漫画当中,我们了解到洛克斯海贼团胜利庞大,独自统领过新世界几十年, 但后来被卡普打散,而他的船员如今也是分散在了各地,目前已出现了六位干部。 第一位,大妈是洛克斯海贼团的一员干部,也是在最近的几画中被卡普透露出来的。 大妈虽然长得又老又胖,但战斗力很强,打四当路飞跟闹着玩似的。 如今在新世界也是四皇中的一位,并且年轻时的大妈可是美如画的。 第二位,凯多是洛克斯海贼团的一员,也同样是被卡普透露出来的。 并且他和大妈两人年轻时,还有一段不可描述的关系。 从两人之前电话中的聊天内容,能明白应该是情侣。 第三位,韦田曾在肥皂岛埋下的伏笔,确认了夏琪也是洛克斯团的一员。 夏琪曾说过自己四十年前当过海贼,还被卡普追过,那刚好符合洛克斯海贼团的事件。 不过作为船上已知三位的女将之一,夏琪可要比大妈和巴金年轻太多了。 可想四十年前的夏琪是有多漂亮。 第四位,在909话当中马尔科的一句话,挑明了巴金也是洛克斯海贼团的干部。 在四十年前,他和白胡子在同一条船上,所以可以确定是上了洛克斯的船。 虽然现在长得是老了些,但岁月不饶人,可能也和大妈一样年轻时是个美女。 第五位,长面包算是大妈的恩师,在大妈六岁的时候便与长面包联手出海了。 而既然大妈上过洛克斯的船,那么可以确定的是长面包也是上过他的船,应该是在船上担任厨师一职。 第六位,上面小曼说了白胡子和巴金曾经是在一条船上,那么能确定的是白胡子在四十年前也是洛克斯海贼团的一员,并且是担任副船长黄甫一职。 毕竟四皇中白胡子是最强的,船上只有十例仅次洛克斯的人才有资格当副船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